红麻腺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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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麻腺囊床是一个全身性自体免疫的疾病 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 为什么叫全身性 就是它是一个全身性器官都会被影响到 红麻腺囊床是我们一般的俗称 真正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全身性红麻腺囊床 在医学上的英文名叫SLE 因为红麻腺囊床如果是以医学的界定来讲 有时候只是表皮的囊床也是算红麻腺囊床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病的名声不太好 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层面太大 造成人体的伤害也太大 所以造成很多不好的结果 那我们目前知道说 会得这个病的有一些诱因 不外乎几个 就是说它的遗传上面的基因 我们所谓的抑感性的基因 它有这个基因就容易得让的疾病 这是医学上有研究有证据的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从比如说双胞胎的研究 我们发现说同卵双胞胎的人一个得红麻腺囊床 那另外一个大概有六成到七成的机会也是会得 所以表示它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基因没有办法决定所有后面的变化 所以一定会有别的因素 我们就会发现可能是环境因素 比如说病毒感染 化学物质的刺激 那滤过性病毒的感染 可能是一个蛮大的誘因 所以环境或者病毒感染 都是一个影响因素 当然后天变数也有影响 比如说目前比较知道说紫外线的造色 在原本就容易发作的族群里面 可能也是一个导致它发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部分的女性比男性多 女比男是9比1 那大部分的年龄都是在15岁到45岁之间 是它的高峰期 那实际的这个案例来看 发现几乎都是所谓女性有液晶的年龄 就是所谓生育年龄 很多的学者去研究发现 女性化学物是扮演一个 让它疾病发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它相对男性就稍微有点保护力 它的症状一般来讲就是 要诊断红帆腺囊上 最基本的关键就是 它有两个以上的器官出现症状 那最常发现的症状就是 第一个掉头发 第二个是比如说紫外线敏感 第三个脸上有红斑 蝴蝶斑是它典型的症状 所以看到有这样的红斑的分布在脸上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那再来就是说 那再来全身有一些圆盘状的红斑 那这个有些会比较慢性一点的 会持续存在 另外会来直接看呢 可能就是它就有一些 还有一部分比较严重一点 它可能是水肿 那表示它可能肾脏是受到伤害了 那蝴蝶斑引起肾炎相对是比较严重的 一般年轻女孩子看到水肿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所以年轻女孩子有不明原因的水肿 其实就是做全身的检查 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 比较严重一点的 就是它出现了一些造血功能的变化 比如说贫血 白血就低 血加白很低 那有的三个通通一起来 那比较容易附列是贫血 因为年轻女孩子她与夜经的关系 她常常觉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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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类型是偶尔会听到 有点精神变化 做的感觉 或者是有点 诶 怎么年轻脑中风 其实 年轻的脑中风的症状出现 或者周边的一些神经病病 特别是红门长症的疾病 造成各种的周边神经病病 或者是脑神经 或者是脑中风 或者是头痛也是有可能 那当然 厉害一点就是 酸塞型的脑中风 也是偶尔会碰到 一般到医院来 大部分都是已经有症状了 那这个症状 一开始我们也要界定 它是局部性还是全身性 那一旦是全身性的 红门性狼疮 那基本上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全痊愈 有些人他 可能前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 就完全没有症状 很稳定也是有 就是临床上的缓解 但是一般我们都不太敢说 他以后就不会再来 因为很多的案例 他刚开始 可能前面很早期就诊断 就治疗 结果他症状也很快的 半年一年之间 完全都没有症状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的人 他会持有比较侥幸心态 那我给他停药试看看 那停药以后 我们就发现 大部分的案例 他可能在几个月 是几年之后 突然某一天来急诊室 他就是疾病在护发了 那当然有少数案例是 他太疏于去追踪 然后怀孕 怀孕也是导致 他一个容易发作的 一个诱因 就是没有在 药物的控制下去怀孕 我们像这样的案例 我们就说 其实生育怀孕都可以 只是说 那在医生充分的注意配合 那很多药物 其实怀孕当中 都可以继续吃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 只要充分的 在医生的注意 都是可以平顺的生产 我们可以讲说 全新腺黄曼堂昌是 号称最伟大的模仿者 就是他这个疾病 他可以多样性 我们从头到脚 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被影响 所以只要是两个器官以上的症状 合在一起的 都是要有一些敏感度去怀疑 这样的疾病 当然越早知道能够针对这个去控制 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器官的伤害就是了 其实早期 我们大概三四十年前 我们好像几乎被判定是一个 跟癌症很接近的 甚至还来得更凶悍的 因为他可能比如说 我们早期看到 只要是脑部跟肾脏通知伤害 几乎这个致死率会长得高 那当然随着医药发达 每个医生的警戒性比较高 就早期就发现 我不是等他都从器官摔解 才诊乱出来 就太慢 所以早一点治疗以后 他就变成 可以充分的去控制他病情 那以现在来看 十年的存活率都九成以上 所以他有点变 比较轻微的慢性 不像以前恶名昭章 得了这个病 就好像绝症一样 现在相对来讲都比较好控制 有好的医疗 他就可以延长寿命 生活品质也可以兼顾得到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济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菁尔益生菌 5半呢 应急 Learn cafes